吕后的一生可谓是波澜壮阔,他先是陪着刘邦造反,又被项羽俘虏,在敌军营中过着提心吊胆的日子。 直到刘邦称帝建国之后,他成了全亲天下的皇后,彻底地登上了属于男人的政治舞台。 雄心勃勃并且政治手腕极为娴熟的吕后,将刘姓天下差一点就变成了吕姓。 众所周知,在刘邦夺取天下之前,吕后是十分贤惠善良的,丝毫没有后来残酷无情的样子,但到底发生了什么让他的性情大变。 不知为何,刘邦入了吕太公的眼,吕太公将美貌贤惠的大女儿吕智嫁给了刘邦,成婚之后的吕智也的确是一个贤妻良母。 后来的楚汉战争爆发后,吕智和公公婆婆一起被关押在项羽军中作为人质,怕已对公婆悉心照料,也没有让他们受到威胁。 索性终于熬到了刘邦成帝,吕智就成为了大汉帝国母仪天下的皇后,但是刘邦却疲怕别抱有了心宠。 年轻貌美的妻夫人全人不似吕智一般坚强刚毅,小家避孕的她深得刘邦宠信。 同样,很会揣摩人心的妻夫人也准确地把住了刘邦的脉,柔声细语,关怀备致。 最重要的是,妻夫人还不会对自己的军国大事指使点点,这才是刘邦最为满意的地方,所以两人的各种恩爱都让年老色衰的吕后怀恨在心,但是这一切吕智都忍不下去。 毕竟此时刘邦的长子刘盈依然是储君,日后大汉的江山社稷既然会是刘盈的,那吕智不在乎现在忍着一时片刻。 然而,随着妻夫人诞下了一个儿子,这个被取名为如意的孩子像极了刘邦,刘邦也爱乌吉乌地对这个儿子投主了无限的深情。 因为刘盈与父亲之先有着间隙,并不十分亲近的缘故,刘邦甚至一度有了将太子刘盈废掉的心思。 刘邦想要将妻夫人那儿子刘如意立为储君的消息还是不禁而走,吕智什么都能忍让,但事情既然已经到了这个地步,他也忍无可忍了。 在得到刘后张良的支持后,吕智与张良联手,成功地打消了刘邦想要费力太子的念头,但与此同时,这也让吕智最后对刘邦的一丝念头消散无形。 曾经那个善良坚强而且弦厚的吕智已经死了,现在活在世上的吕智唯一的生存动力就是权力,就是壮大自己的吕氏家族。 因为在刘邦驾崩之后,吕后放心大胆地对妻夫人展开了疯狂的抱负,第一双就是让娇柔的妻夫人穿上了囚服,戴上了囚服所带的枷锁,但这还远远不够。 心狠手压的吕后甚至让贵为先皇爱妃的妻夫人干起了聪明的粗活,一双纤细娇柔柔的手指不曾碰过阳春水的妻夫人,为了活命不得不低头求生。 但是,备受委屈的妻夫人悲从中来,才华横溢的她却做了一件最不明智的事情,她用她那灵动的歌声唱出了自己的委屈,这个举动无疑将她逼上了死亡的深渊。 吕后得知这个消息后,大为火光,愤怒的她立即下令将这个美貌的情敌砍掉四肢,做成了人质,扔在了茅厕之中。 她的儿子也被肚恨娇嚣的吕后赐下了毒酒,镇杀在了家中。 作为一个出色的政治家,吕后的手段不可谓不残忍,已经到了令人不寒而栗的地步,但这些残酷手段的背后却是刘邦使乱中气的这些后果。 如果刘邦队陪伴自己无数个风风雨雨的吕智始终不离不弃,那么怎么会乐得后来国将不国的生死时刻? 吕后的教训对当今时代仍然有着可供学习的地方,希望我们都能从中吸取教训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